Powlpoint觸發程序 前面有四個按鈕 如果按第一個按鈕的時候 圖形就會消失或者出現 第二個按鈕呢 第三個按鈕 按下去就會轉顏色 而第四個按鈕呢 有一個交通燈 製作的方法非常簡單 首先選一個圖形 再選一個動畫 第一個需要消失 然後再按新增動畫 然後出現 於是右邊出現兩個動畫 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再選擇觸發程序 按一下的時候 按哪一個呢 就是Ovo5 就是這個圓形 按按鈕的時候 就會執行這個動畫 而第二個一樣 可以拖進去裏面 按一下的時候 圖形就會消失 再按一下 圖形就會出現 至於另一個按鈕 按一下的時候 有三個動畫 第一個 轉顏色 就是填滿色彩 就是填紅色 而第二個 按第二下 轉黃色 按第三下 也是填滿色彩 然後轉綠色 至於左下的硬幣 有兩個圖形 組成的 一個是公仔 一個是字 我們新增了動畫 當我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第一件事就會隱藏 所以這個就會摺疊消失 然後下面一個就會出現 再按第二下 就調轉 下面的就會消失 而上面的就會出現 至於最後的紅綠燈 就牽涉到三個圓形 第一個 十八、十九和二十 最初的時候是顯示紅色 再按一下的時候 它就變多了一個黃色 再按第二下 就會轉綠色 第三下 黃色會出現 按第四下 就會變回紅色 所以這個觸法事件有四個 按一下的時候 中間這個轉黃色 所以十九那個 就會轉為黃色 按第二下 就會轉三個圖形 紅、黃、綠 也會轉 紅、黃會轉為灰色 所以有兩個動作 最後一個轉為綠色 所以有三個動作 按第三下 就會把下面兩個轉為顏色 所以牽涉到兩個動作 一個轉為黃色 一個轉為灰色 而最後 第四下按的時候 就會轉為兩個圖形 就是上面的兩個 變回紅色 而黃色變回灰色 所以有兩個動作 好 感谢观看